东郊名相这个长在中国脸上的大毒瘤 是时候该彻底铲除了 1950年 毛主席强势收回东郊名相 却遭英美等国联合施压 拒不退出 那么东郊名相是如何被西方列强长期霸占的呢 毛主席又能否成功收回呢 东郊名相原本是北京的一条全长1600米的胡同 元代时这里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成为了外贸交易中心 到了明朝时期 这里又发展成了外交中心 各国使臣络绎不绝极为繁华 然而到了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 至此 东郊名相被划定为了外国使馆 中国人失去了对这一领土的控制权 东郊名相也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恥辱 然而这帮西方列强怎么也没想到 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下达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收回东郊名相 那么面对各国的无赖和施压 主席是如何从列强手中收回东郊名相的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中国人与狗禁止入内 东郊名相原本是我国的领土 却被西方列强长期霸占了半个世纪 还不许我国人进入 不仅如此 东郊名相还成了国中国 里面的事情我们不能干涉 里面的人还要干涉大清内政 试图控制清政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毛主席令下 解放军入城时必须趾高气昂的经过东郊名相 主席还特意鼎嘱道 经过美国领事馆前 一定要将大炮坦克都拉出来 随着解放军全副武装 昂首阔步通过东郊名相 中国人民的耻辱也在这一刻彻底被洗穿 而毛主席这么做 也是在暗示西方列强 东郊名相即将被收回 隔天浩浩荡荡的解放军 便进入东郊名相进行谈判 军管委员会的同志们 也走到各国使馆门口 准备张贴告示 然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 却在这个时候赋予顽抗 甚至拿出薪酬条约来耍赖反抗 面对这样的情况 毛主席是怎么做的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50年 毛主席强势收回东郊名相 各国却合起伙来阻挠 刘少奇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 主席当即表示 我国已经受过太多的屈辱了 现在的中国不能再任由外国人欺负 东郊名相必须无条件归还 于是主席再次下令 立刻强制征用外国兵营 强烈要求美国立刻撤走所有在华人员 否则不介意让他们看一看新中国的实力 随后军管会和一大批解放军战士 便赫枪实弹包围了整个东郊名相 并要求各国恋强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全部撤离我国 否则我国将采取武力外交手段 这时候各国使官们算是彻底明白了 新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国家了 如果再负于顽抗 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他们命令士兵放下武器 最终解放军顺利接收了东郊名相 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有国家不断强大 只有我们自己挺直腰杆 中国才能屹立在世界之巅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哦